火箭今下保留了上各赛季的主要轮换,同时也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,这也让火箭封线的实力大为削减。 虽然火箭引进了恩尼斯作为补充,但是从恩尼斯之前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,似乎并不能完全取代阿里扎,不过在最近的采访中,德帅表示十分看好恩尼斯。 一、德帅对恩尼斯非常看好德帅,在近日做客美国一大放谈节目中,对恩尼斯大为称赞,认为他的三分球能力很好,认为恩尼斯有场均拿到15分的能力。 实际上,恩尼斯已经在巴哈马训练营与球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了,不过由于是封闭训练,具体训练效果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德安东尼表示如果看到他的投篮和表现的话,绝对会对他大为改观。 根据德帅采访中的叙述我们得知,当他一开始跟哈登和保罗打球的时候,连德帅都颇为震惊,但是德帅并不想把话说得太满,认为恩尼斯可以防守,也可以跑动,而且他非常努力,他在防守端很聪明,并且他是一名很棒的投手,所以他符合球队需要的一切。 而德帅也对新赛季恩尼斯的表现充满了期待,并认为巴默特和阿里扎都已经证明过自己,恩尼斯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。 2、恩尼斯比阿里扎更为年轻化,作为33岁的老将而已,阿里扎的确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,虽然上个赛季依然是火箭的风险的重要轮换,但是在面对杜兰特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在西绝G7的比赛中,防守耗费了他大量体能,12连铁让阿里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铁扎,而恩尼斯比阿里扎更为年轻,只有28岁,正值当打之前,同时他在场上积极主动,防守方面也非常努力,跑动也非常积极,虽然目前看起来像是弱化版的阿里扎,但是他的确有希望成长为阿里扎的程度。 阿里扎已经处于职业生涯末期,数据方面很难再有所精进,但是,恩尼斯不同,他依然有在签订一次长约的机会,这也是恩尼斯积极主动的原因所在。 3、德帅要培养第二个阿里扎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德帅,给予恩尼斯球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多投三分,这是增加他出场机会的重要途径。 在上个赛季恩尼斯的三分球并不理想,长军出手2.1次,能够命中其中的0.7次,命中率仅为33.3%,不过就连坦克、巴默特,这种没有三分球能力的篮领都有了三分球能力。 作为职业生涯三分球命中率达到35.9%的恩尼斯来说,想要提升三分球能力并不不困难,可以说火箭如今正是想要将恩尼斯培养成第二个阿里扎,恩尼斯本身就有不错的三分能力,防守也相当不错,如果能够与哈登保罗成功连线,那么在新赛季取代阿里扎的位置,成为球队新的3D球员也是指日可待了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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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